大家看到今天的題目 我要出去玩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你出去玩要看哪一個工位 這個疫情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 雖然老師我有講 依照我們的算法 我們在趨勢講座期上也有講到 幾次的影片我們都有提到說 應該台灣這邊大概在農曆四月底 就會穩定了 中國他們現在說他們都沒有確診的病例 不過大家相信他們的數字 連中國人自己都不相信對不對 很多中國學生自己都告訴我說 不太相信 全世界可想見的 大概是要到農曆九月底或十月底這個狀況 才可以一個很穩定的情況 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了 我們不用從盤來看 也不用從什麼了不起的意境 有微博來看 我們就科學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基本上這個年份天象化季 因為這次的事情 其實整個地球反而受到了修身央習 有的時候我們乍看不好的環境 不好的狀況可能反而是好的 就像這幾年台灣颱風比較少 我們小時候颱風只要一經過 大家有沒有發現 空氣變得特別的乾淨 整個環境好像被清洗過一樣 地球也需要休息 然後要休養 我們可能因為這次的疫情 反而得到了讓地球休息的機會 不然人類這樣在破壞它 就科學角度來說 真正要研發出疫苗 然後控制整個疫情都不要再爆發 這些事情 其實它需要一些時間 很多世界上的醫療專家都已經講了 以後這個武漢肺炎 可能就會變成一個週期性的病 就是大家都週期性流感 週期性的登革熱 它會流行 可是不會到這麼的嚴重 或是不會到這麼的極大的殺傷力 就像香港叫 你會癢癢 但是不會死掉 香港叫癢癢可以說香港叫 然後這個肺炎從武漢傳出來 不會說武漢肺炎 大家才會記得嘛 並不是因為我們覺得武漢人有什麼問題 而是大家會記得這個東西的由來是什麼樣子 疫情都是這樣 當然到了高峰期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放患 這個東西人類又有抗體啦 然後醫療開始會有那個技術出現 要相信人類的醫療技術 是真的還蠻厲害的 慢慢慢慢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周期性的部分 甚至慢慢慢慢 最後它就會被消滅掉了 OK 總之呢 這個疫情大家不用擔心 尤其我們身在台灣 當然國外的網友 你們加油 現在全世界各國啊 你只要做好足夠的防範 應該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尤其在台灣的朋友 這一次之後 台灣幾乎是全世界的醫療模範生 讓大家知道說 哇 原來台灣醫療這麼高 只要自己的足夠小心 尊找各國政府的規定 尤其是台灣政府的規定 基本上呢 你並有太大的問題 真的出包了 如果你在台灣 相信台灣的醫療團隊 可以把你救回來 因此對於疫情 我們應該抱持著一個 比較平常性的態度 去面對它 問題來了 在這個疫情爆發的時候呢 大家是不是百業蕭條 很多的餐廳啦 飯店啦 旅遊業啦 都倒掉了 這種時候啊 聽說有人還要拿補助出去玩的啊 或是要貪便宜出去玩的啊 這種人當然是讓人家不舒服 讓人家想要 這樣去罵他 因為小編一直覺得 我在那個影片上有太多髒話 所以叫我要控制一下 所以我只好自己消音 這樣 你會想要這樣去罵他 但除此之外 如果有一些 他真的就是因為不得已的情況 他出去的時候 好好的 回來前兩天 那個國家突然疫情升高 那他也不是願意的嘛 如果碰到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們真的不用再罵他 在現在這個環境裡面啊 我們其實大家要的是 團結 一起很有信心的渡過這個難關 不要只會罵政府 這很難做 不然你就做做看 對啊 我們已經是全世界的模範人 全世界都在效仿我們了 你還要去罵他 這些人是王八蛋 王八蛋算髒話嗎 王八蛋不算對不對 王八蛋就是一種蛋嘛 就是鹹鴨蛋跟土雞蛋 另外一個是王八蛋 個人部分呢 我們建議大家 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啊 可以都去學習跟玩樂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啊 如果今天啊 台灣的整個觀光 跟服務跟餐廳倒光了 除非你想要開餐廳 趁這個時候撿便宜 否則 那些很好的餐廳 很好的旅遊景點 很好的飯店的工作人員 沒有了工作 那以後我們去 玩的時候 那誰做飯給我們吃啊 這個時間點 你既然不能出國 會不會我們其實可以趁這個時間點 好好的來看看 台灣這塊土地 而且這個時間點 去哪裡都很便宜 在台灣 飯店到處在降價 然後呢 餐廳也都在降價 這是一個在台灣呢 非常好的旅遊的時間點 如果你擔心的說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簡單 你就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嘛 反正你現在去哪裡 人都很少啊 我最近都去看電影 每次去就跟寶廠一樣 你走進去的時候呢 他幫你量體溫 幫你測量 他要洗手 然後那個位置都會消毒 我一個人坐在裡面 好開心 120吋大螢幕 這種大家都很悶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 學東西 疫情總是會過去 疫情過去之後呢 你的生活總是要開始 趁這個時間 去學一些 你自己以前想學 想要完成的 你想要練鋼琴 想要學小提琴 想要學衝浪 你有個人生的夢想 你想要去做這個事情 你沒辦法做 重機有沒有 你一直在工作 可是你根本就沒有衝出去玩 就買一台 然後去烤個拍 好好的讓自己放個假 那你說 我不夠簽 這有方法的啦 有的時候 那個在公園拉單槓 也是一種放假 總是替自己去做一個很好的 人生的調整 跟安排的時間點 就像 這次的疫情 我們讓地球 有一個很好的休息的時間點 很多的地方的環境 短短的才幾個月 它就已經恢復了 因為我們人沒有去了 再來 讓自己呢 好好去看這塊土地 讓這些很努力的 這些服務人員 餐飲人員 旅遊業的人員呢 能夠覺得說 他會有一線的希望 他可以撐下去 我們這樣子零零三散的去 也許對他來講 他還是賠錢 可是 他至少會覺得 自己還是有個希望在 這個時間點 也不會造成 有這麼龐大的旅遊人潮 那可以讓大家 在旅遊的品質上 也會相當的不錯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你透過這些旅遊 只要去做好好的防範 挑選好的旅遊的景點 跟旅遊的飯店 然後做一點計畫 會在這個時候出去玩 其實非常適合 大家救一下自己 國內的旅遊業吧 這段影片我講了一堆 其實都廢話對不對 沒有啦 很重要 因為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你出去玩 要看哪一個工位 不會出事 不會生病 玩得壯 如果大家聽我漏漏頓講那一段 然後呢 有接受我的洗腦 然後呢 覺得 嗯 我們要支持台灣 嗯 我們要出去玩 嗯 我們要趁現在好好的活動一下 好 來 出去玩的時候呢 重點是看什麼樣的工位 很多人覺得啊 出去玩的時候啊 要看的是什麼 因為我往外走嘛 命工的外面是遷移工 很多人會以為是看遷移工 是不是看遷移工 是 但是也不完全是 為什麼呢 遷移工代表是你出去 你在外面的情況 那我們要出去玩 當然看的不是本命盤嗎 比如說你本命盤遷移工有問題 那就是你一走出去就顧人院啊 像老師我就是遷移工有問題的人 一走出去就顧人院 大家看到我就不爽 每個看到我就想要 然後捅我一腳給我一刀 所以我後面一堆刀 然後到處有人在 放話說我的壞話這樣子 那就因為我遷移工太爛 就容易有問題 但這個是本命盤 本命盤就是因為你個性 你可能比較GY一點 所以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那出去玩這件事情 是個現象 所以呢 排除掉 因為你個性太GY 容易去跟飯店人員吵架 造成的問題之外呢 我們其實要看的是啊 你這次出去玩啊 狀況好不好 那只看現象 所以你要去看你自己的 流年、流月、流日 出去玩的那個時間點的流日 或是你出去玩可能五天、十天 那要看流月 至於那個看流月跟流日 在其他影片裡面 我們就不在這邊講了 那邊的遷移工 那指的是說你出去的時候 運途順不順利 會不會跌倒 會不會撞頭 會不會出車禍 這類的事情 天積星 逢空姐、逢化季、逢煞的 那個比較不要去挑他 因為出去啊 容易撞到 容易出點笑事 其他的只要帶到路的 通常都還不錯 當然破君心的那個 比較容易花很多錢去買土產 但這也是好事喔 這也是好事喔 不然倒了怎麼辦 以後那個土產就再也買不到怎麼辦 老師最近打算要去教室樓下 那個有一間便當店 一次跟他放100個便當的籤 這樣支持他一下 反正我每次都去那邊買便當 我先放100個在那邊 免得他倒了 胃後吃不到 完蛋 對啊 那個才痛苦 疫情總是會過去 但是肚子餓有很存在 除了遷移公款 其實很重要的是看哪一個公位呢 是看福德公 福德公代有什麼 福德公代有你的精神狀況 你出去玩是不是精神會好 你出去玩是不是會開心 你出去玩會覺得很happy 財博公的對面 所以那個是你花錢的地方 你錢怎麼花 所以其實出去玩這件事情 讓你自己開心 然後花了錢又開心 或者是你可以不用花錢 看了就是福德公 因此呢 這趟旅程會不會讓你覺得心靈感受很好 很滿足 其實看的是福德公 那順不順理路途上會不會有些問題 看的是遷移公 那福德公呢 要碰到什麼呢 福德公簡單來講 要碰到路 不管是路存 或者是畫路 都可以 還有呢 柯 路或者是柯 你在 留月留日的福德公有路有柯的時候 可以去規劃自己的旅程 當然啊 如果錢移公也很好的話 那就很適合 通常啊 這種時候出去呢 都會玩得還蠻開心的 不過 就像我常說的 不能只有看命盤 你還是要實際的看一下情況 你不能看到自己的遷移公有路 然後福德公有路 對不對 然後特別去找了一間 網路上一查起來 就是惡名昭彰的飯店 那是你個人的問題啊 就不是命盤的問題了 好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段時間之內呢 玩得很開心 幫助一下台灣自己的產業 有很多很多的業者 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去支撐台灣 支撐這個市場 這些業者的背後 都有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員工 現在一堆老闆都很慘 但你想想看 這些老闆是拿著身家性命 去支撐他的公司 然後讓他背後的這些員工 不要斷炊 不要沒有飯吃 然後經濟不要斷掉 這是一個整體台灣人 在為了自己的國家 努力的階段 多好 你的努力只是要出去玩而已 好大家加油 我們都能做啟動 我們都可以做了 我們都會吃肉 說笑 做這個 讓大家吃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